感冒是常见的疾病,尤其是身体抵抗力差的老人和小孩,基本每年都会感冒一到两次。 感冒不算什么大病,但是头疼,脑热,鼻塞,没精神还是很困扰,吃药又怕伤身,那怎么办呢?给你推荐治疗感冒的三个食疗方,在家就能自己做,三个食疗方,帮你轻松告别日常感冒。 一、风寒感冒,生姜红糖水常见症状,体温升高,发热,怕寒,头疼,流鼻涕等,生姜红糖水,生姜适量,切片,放入锅中烧开,加入红糖,小火慢慢煮,滤水饮用即可,感冒期间,每日饮用三次左右,日常一可饮用生姜红糖水,预防感冒。 二、风湿感冒,葱白萝卜水常见症状,发热,头疼,鼻塞,声音嘶哑,困卷乏力,没有食欲,葱白萝卜水,白萝卜,250克,切片待用,葱白石段,放入锅中一起煎煮,大火烧开了再用温火慢煎20分钟,趁热温服,此方对咳嗽、咳痰等呼吸道疾病,皆有辅助治疗作用。 三、风热感冒,白菜绿豆芽汤常见症状,发热,怕风寒,头痛,磕手,咽喉疼,眼睛发红发肝,白菜绿豆汤,白菜头一到两个,绿豆芽30克,一起放入锅中煎水饮用,可有效去除风热引起的感冒,老人和小孩都可以食用。 除了以上三个食疗方,对待感冒还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饮食原则,也要注意了,一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,如牛奶、粥、汤等,二、清淡饮食很重要,如白、粥、小米粥等,三、多吃含有维生素C和E的食物,如像是葡萄、苹果等,四、禁止吃油腻、生冷以及辛辣的食物,不利于感冒。